她個人的 怎麼講 她的一個個人願景吧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她的經驗 能夠來帶領我們台灣的年輕人們 能有不一樣的想法 不一樣的作為 那我們一起來歡迎她的聲響 好 那個大家好 就是今天很開心可以收到那個 焦點第二次的邀請來分享 因為我其實上一月的時候 是在這個同一個地方 是做比較偏向的這個charing 那我今天比較偏向的是兩個部分 可是我現在 因為我工作已經大概兩年多 那我想我工作上面的一些分享 跟我自己 personal 對於就是台灣這個大學生 因為大部分大產 在場應該都很多學生嘛 對不對 欸 學生可以再舉個手嗎 因為我剛剛比較很好 OK 好 Perfect 對 因為我今天那個material 是design比較給學生的 那我今天東西有點多 所以我會講比較快 就是我大概挑幾個重點跟大家講 我先 我先讓我想辦法按進去 OK 好 很快講一下我自己的 background 我自己 我是清華大學畢業了 我大學念經濟系跟科技管理 那我沒有念那個研究所 就大學畢業這些工作 原本那個時候是要去北京清華念那個master 但是後來跟教授討論結果 就覺得說還是先出來工作賺錢比較實際這樣子 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有參加一個社會叫ISAC 對 那可能有些人聽過 有些人沒聽過 那在目前學生來講 應該算是最大的跨國的一個學生組織 我在大四那一年的時候是擔任台灣區的總會長 所以我主要是要負責整個在台灣 那個時候我們有輸入一個大專院校為base的這個 這個我們叫分會 那這個上面這圖片是我的總會的幹部 來自三個國家 所以等於說我在印度大學在Meris這個 這個我團隊的時候大部分時間 必須要用英文來跟大家做溝通 這個圖是 這張照片是我在印度2011年的時候 因為ISAC它是一個跨國的一個學生組織 每年我們都會挑一個地方去辦世界大會 就全世界大概有900人 來自100多國家會齊聚一個某一個城市 去開這樣的一個組織發展的會議 那那一年的話我們蠻幸運的 就是台灣就被 就拿到一個獎項是說 該國家的ISAC在那個社會上面 有做一些有公益的 就是創造這種社會價值的一個project 那就是同一年我們拿到這個獎項 所以還蠻不錯的 那這個值得一提的是 ISAC成立已經有大概65年多了 那在台灣已經50多年了 這個世界大會從來沒有在台灣辦過 今年在一個月後第一次在台灣辦 那這個其實這個project做得非常大 學弟妹很酷 他們總共拉到贊助2000多萬 大概是我覺得應該有聽過 那個目前學生辦的話最大的 然後連過台你都會來這個conference 對 那很快講一下 我大學的時候剛有幾個朋友也有 應該是學弟 對 學弟們有分享到做實習 那我自己大學也很喜歡做實習 我做八份實習 對 從小公司到大公司 那像小公司的話 Monethouse有沒有聽過嗎? 它是一個女生的一個 主要推女性包包的一個日本的公司 它特別一點是說 它的生產地點是在這個孟加拉 還有這個現在應該有到尼泊爾 那它希望是在開發中國家設計包包 賣到已開發中國家 所以它的包包一開始是現在日本銷售 後來到了台灣 那我是 待會會講 我在印度待了一段時間 我從印度回到台灣之後呢 我就協助他們的gold market manager 去做這個整個台灣的這個operation 一些分析這樣子 我挑了幾個我比較重要的一個internet 所以我在2011年的暑假 我到了印度一趟 去google這間公司做實習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那個時候是 我那個時候是 Google在印度辦公司 第一個hired的台灣實習生 因為那一年我在暑假前 就是因為我大四 我延閉一年我大五才畢業 我大四年暑假真的很幸運 因為我拿到九個offer 那只有一個是在印度 就是在國外 所以我覺得大學很重要 是教我這個國際經驗 我大一的時候 那一年是大概是2007年 對 那2007年的時候 2007跟2008年 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欸有經過海嘯 但是還有一個高盛發了一篇報告 他有提供 那個金端四國 知道嗎 這不是念經濟應該都會 都會提供 因為那真的蠻大的報告 那那裡面還有寫到金端四國 其中是印度中國 跟俄羅斯還有巴西 那我大一的時候 我就給自己的目標說 我必須要大學畢業前 我要在至少兩個 這個新興市場有工作經驗 所以我2019年到北京三個月 然後我2011年的時候到印度 所以那個時候拿到這個offer的時候 我很興奮 因為我就reject 其他所有的台灣的外商offer 就飛去印度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已經不準啦 因為今年已經2014年了 至少在2010年的時候 那一年Google的這個offer 就是我們進去做這個HR 他們做rotation 他就說 這個能夠給大家 可以成為Google的員工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那個offer rate是0.3% 比Hover還要低 Hover大概是5% 但最近這幾年 應該相對來講會高一點 因為Google在全世界 包括在台灣 他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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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員工人數越來越多 我現在講話不太快嗎 OK 應該OK 因為平常工作的時候 習慣講話不太快 OK 這是我那個 看一看上網 就我三年 兩年前 對 那會照照這邊其實很簡單 因為那一年我在去Google前的時候 很常看到人家寫一個文章說 Google福利很好 然後Google很酷 所以很多人都會跟Google logo拍照 所以我就給自己一個夢想 可是我如果進Google會要拍照 所以我一下飛機 然後隔一天上班之後 就先請我與Google的同事幫我拍檔照 大家覺得很奇怪 因為Google印度幫助說有2000多人 所以對那些員工來講 其實沒有那麼驚訝 但對我來講是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那在那邊的話工作環境非常的爽 對 我左上邊講說我四個月都有住飯店 那他提供很多美食跟那個這個水給我 就綠色的那支水 有沒有覺得很多 因為他照三餐給你 宵夜也有 所以你有吃罐水 對 因為我把我總是他覺得 力度的水就很難汲取 所以他就一直provide那個水給你 那右邊這個圖是每天上下班的時候會有人接送 所以你早上起來 他會有人打電話跟你說 我在現在等你 然後可以站你上班 然後 然後 這樣超爽 而且實際生也有 那 而且他很酷 因為Google是一個high tech company 所以那個 你上次他會GPS定位說確保你這個人 你要Login進去 就比如我是Roger 他就Login Roger Low 然後現在趁從飯店要到那個飯門市 到飯店之後他會先check out一次 對 那你下班的時候不管多晚都會有人 就是會take care of you 下面的話就是因為 Google大家工作都蠻 蠻辛苦的吧 應該是 對 那所以你可以選擇你看到人工還是 自動的一個按摩機這樣子 對 那個真的很貴 那是Ocean 大家有聽過嗎 Ocean Ocean超過二幾萬 對 可是一層樓有四台 對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Google 錢都幫他拿去 那 Asci的話 就是他這裡很有風味 因為我在杜邦山就找那個 南洋的那種按摩池 非常酷 是那個油壓 台灣可以吃至少一兩千塊 可是那邊的話你就只要十塊錢台幣 對 非常的爽 但是我第一次啊 第二次都變五百塊 所以我就只去了一次 對 那有吃不完的食物 又喝不完飲料 這個大家都可能都看 現在越來越多 可以公司有這樣的一個pleasure 那 我裡面最喜歡喝是這個 紅牛 對 紅牛我一定很喜歡喝很簡單 因為它很貴 在台灣蠻貴 然後我最後想吃 可以賬給你 對 一直喝 可是大家知道紅牛是什麼飲料嗎 它是提升飲料 然後我每天喝我後來 它有點心悸 對 我後來就不敢喝 對 我後來開始嘗鮮 就旁邊 開始extend我的那個product line 就開始喝什麼 它的那個就是有層次 不過我大概看到第三杯 然後葡萄汁的時候我就快不行 因為它那個味道很塞太甜了 所以我就一直拉肚子 對 喔去印度一定會拉肚子 就是直看拉多拉少 我都敢 那右邊這次就是沙威嘛 因為禮拜五的話我們叫TGIF 就是不是 Thanks God is Friday 在Google我們叫 Thanks Google is Friday 所以每個禮拜五的時候 大家就是半天結束就會 邀請新的Google員工去表演啊 什麼唱歌跳舞 就看大家在上面耍白癡 然後下面就看得很爽這樣子 對 然後一邊吃了東西 還蠻好的 OK 那這個是我那個時候 跟我其他Google的這個 就是印度辦公室的 實習生的照片 那一年全球找了六個實習生 有包含來自內地兩個朋友 這兩個 然後還有兩個美國 跟一個新加坡人 那從Google 它還有我們大家的 backbone可以看得出來 是非常多元 我是唸經濟的 我旁邊一位新加坡人 他是唸氣管 他在那個NUS 那後面那個是來自Huffle 他是唸那個英語系 就是這個語文相關的這個科系 那前面這個 他是印度裔的美國人 他唸的是物理 在那個併州大學 就U-PEN唸物理系 後面兩個是內地來的朋友 他們一個是唸查過工程 另外一個是唸中文學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大家可能就會有個stereotype說 Google Hire 是遇到唸computer science 但其實不是這回事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帶 其實沒有人唸computer science 所以蠻特別的樣子 這是我那個時候的同事 都是印度人 還蠻明顯的 除了我以外 白色印度人是我 旁邊都是印度他們 剛運屆畢業的 進來Google的圓圈 非常年輕 我進去的時候 我那時候22歲 但是我們公司平均年 就是這個team的平均年是21 所以印度人只要念三年 他們大學是三年 然後很多天才 因為進去在印度來講 大概Google Facebook 然後還有Shinecraft多恩的Lincoln 就那種Internet的公司 在印度來講是真的非常好 就大家進去 你在當地來講 就像是網址跟工作 因為你薪水非常的高 你大概 我那時候Intern的薪水 已經是當地 他們平均薪水兩倍 就我Intern而已 對 所以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那 當然不是只有過人爽 還是有工作嘛 對 所以我就大 我在那邊四個月的話 我主要做了 這個薪水女士做BA 就商業分析師 那幫他們去看整個英國 就是英語系國家市場的 這個客戶的分析 包含英國跟美國 那就這邊大概舉個例 我就不細講 我值得一提的是 我回來之後 我寫了一篇文章 後來也有到那個天下 有登出來 那我在這四個月 其實我學習很多 我覺得Export 就是各個文化的這個交流 非常的多 那我最開心跟最興奮的一件事情 其實是Burning Taiwan能夠 因為就像剛剛那個 柏欣都有提到 就是我一直有個 也不然敢說願景 我一直有個 給自己一個使命 就是說 我希望可以 讓各國的人知道說 台灣的年輕人士很有能力 可以站在這個國際的舞台 所以我在我要離開的那一個 前兩三天吧 我在這個報告桌上面 寫了這個字 就印度話跟英文還有中文 就主要寫說 台灣人在印度不夠 那我後來也寫了幾個明信片 給我的那些朋友 然後讓大家就知道 其實台灣人是很熱情的 對 OK 那這個我就不提了 後來我大人畢業之後 就我選擇去比較新的 就是小型的公司 所以我現在工作的公司 叫做APT Apply Credited Technology 有人聽過這個公司嗎 對 因為在台灣可能相對來講比較小 對 那我那時候進入的時候 我進入這間公司 是我們公司 亞洲區的第四個員工 那現在我們有二三四個員工這樣子 對 全球都有幫公司 就是主要我們是做兩個 就是主要的這個component是 我們結合現在兩個全世界講的區 是Big Data 跟這個Predited Analytics 那主要是通過這兩個去幫客戶做 所謂的這種分析 然後去了解說 你今天做一個項目 公司一個策略的話 對於你的Bottom Line 就是你的那個Profit的 還有Sales的影響為何 對 那公司成長得滿快 背後是KDR跟高盛 如果有念 如果是在這個銀行裡面來講 應該知道一個是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 一個是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 對 那去年Goldman投了我們一億美金 大概是Goldman在整個去年度 投資科技相關類型的公司 第二多 應該是第二多沒錯 那這邊我就不提啊 就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不同的consulting的一個landscape 那我們公司大部分的Founder 來自McKinsey 跟BCG Bank 還有Oliva Wyman 大概是一線的consulting firm 只是說我們帶比較多data 在我們的工作裡面 對 那我們做的事情其實就還蠻簡單 如果有學理工 會知道實驗這件事情 做實驗有個實驗組跟什麼 對 控制組嘛 對 在長大有些理工人 那我們做的事情 就把這個concept 把它放進真正的商業實驗裡面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有個 老闆有個新的idea 說我想要上次一個新的咖啡 我想要 我的marketing share actually想要變 那我們就幫你去了解說 你做這件事情 到底對於你的銷售影響為何 那舉個例子 Supway哪有吃過嗎 那到Supway現在中午是有個 你不管點什麼都一樣價格 有沒有100塊的 那大家知道嗎 就是他把切一半 把那個麵包切一半 然後同樣價格 那其實這個idea是很久以前 他們在美國發起的 他們有了這個idea 可是不確定說 到底這件事情 就是對於這個公司的影響好不好 那就是他們用一個方式做實驗嘛 我先在某些門店做 然後去各域去看說 沒有做的門店 他這個效益為何 那最後才想去怎麼樣去roll out 那這邊我就不提 可以講比較快 全家大金現在去都可以買到咖啡 對不對 還有咖啡機 那其實在四年前 他們是沒有這個咖啡機的 大家知道他是 他不是一直 他是最近幾年才有的嘛 那其實那個 當時那個案子 是我們幫他們分析的 就是說他一開始在推這個咖啡機的時候 我們去幫他了解說 你做這個咖啡機 對你的銷售 還有你的這個萊克數的影響為何 哪些店要推 哪些店不要推 哪些要先推哪些要後推 然後我們幫他算出來說這個全部你推 幾間店房可以賺多少錢 對 那現在四年之後 當然大部分的門店都有 不是門店 店這個商家都有 我有時候會有點那個內地的中文 因為我百分之八十年都在中國 對 那這邊就很快給大家看一下 就我們主要結合三個technology 一個是computer science 我們公司有三分之一的engineer 就是sovereign engineer 在寫我們這個整個軟體 那我們有很多的business consultant 跟這個數學人相關的這個背景 去做我們的這個solution 客戶大概都是美國的全世界 Fortune 500的公司 包含在亞洲 我們做的麥當勞跟全家 還有這個一個啤酒公司等等 對 好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做的topic 對 像Evercomic大家大家蠻喜歡的 對 他也是我們的客戶 所以他們在做那個promotion 怎麼樣去搭配 然後怎麼樣去artimates 那個是我們可以幫他回答的 還有麥當勞 麥當勞不同的那個menu 大家不要想到麥當勞之後 一個感覺很簡單有沒有 他那個menu 其實對他來講就是他的貨價 所以說他這個今天要欣賞這個產品 就是米漢堡 或者說他今天快樂融餐要加價 加一塊錢還是加十塊錢 那個都是可以分析得出來的 對 那後面就帶更換一個時間到 我現在主要是幫助進入中國 所以我每個禮拜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中國各個地城市跑 目前大概過去兩年跑了十四個城市 對我上週剛從廣州回來 然後我後天要去上海 就大概北中南都會去跑 那這個多色有趣的是 因為我們很小 全世界大概兩三百人 但他的好處是說人少 但是他們蠻selected的 所以在美國的話 大部分我們的同事 都大概平常大家耳熟能講的學校 那在亞洲的話 大部分就是台灣的學生 學校出來的 那我們也有這個 就是畢業工作的這些同事 包含從consulting firm 或是從科技公司過來的人 這是我的同事 我們台北大公司現在 目前年紀還蠻輕的 平均24 最近變25了 又變成24.5 因為我們也年紀變大 然後有新科學生進來 所以我們就又降低0.5歲 那這邊很快跟大家講 因為很多學生 很多時候我的學弟妹都問我說 Roger如果說現在我要找一份好工作的話 到底這些大公司或是新方公司 想要看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是三大部分 我自己整理的 就我總括各個不同的公司 那第一個包含收聽 the skill 然後go works virtual 跟leadership 我覺得後面這兩個是特別重要 台灣學生在這兩個地方 是相對來講比較少的 那這邊也其實就呼應到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過去這五六年 其實一直很關注台灣學生 還有一屆第二屆 在整個全世界的就業的狀況 那我發現其實具有能力 跟剛剛提到的國學經驗 跟leadership 還有這種teamwork experience 是非常的少 那我們一直積極是希望 可以去協助大學生 去overcount這件事情 所以我在前一段時間 我蠻常去一個在不同場合 不管是大學或是雜誌的這種 這種platform上 去跟大家分享說 我自己整理出來 我覺得三個大家 大家都還有學生 就三個你們可以提早去規劃 那第一個是說 要及早去思考我們的資養 因為大部分大學生台灣來講 都大事才開始去找工作 那我們覺得是可以答應大家 就看去做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要去培養你的國際視野 因為我們最近很常在跟朋友 在討論的時候 就說台灣有個現況 你說大家做22K嘛 可是大家都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有個學弟也提到 那個經濟嘛 supply跟demand 那你的那個交叉的那一點 就是交叉的那一點 就代表你的value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講的是 就業市場的這個供給跟需求 這個需求就是公司面 那supply就是我們人才 就是talent supply面 如果說你今天的放眼 都只有在台灣的話 那你就只能接受 所有在台灣的offer 那當然那個 你相對的這個bucking power 跟value就會降低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可以 把你的這個人的這個 competition 的level搭到是在regional 或是global這個舞台上的話 其實你的工作機會 是非常非常的多 包含像像 我其實我年紀沒有那麼大 我今年25 對所以其實跟大家年紀 沒有差那麼多 那我現在基本上 在看的工作經驟一定 都是要regional的 那因為我覺得 你在年輕的時候 你如果有take 這樣的position 你會那個視野 會相對來講 比較比較廣闊一點 那最後一個是gap year 因為我知道可能大 很多人是大三大四 我很鼓勵大家延閉一年 但是延閉一年 你要策略性 對 反正這應該不會有老師看到 我非常鼓勵大家 策略性的延閉那一年 你不管是你要做自己 像剛有學弟分享 你在做startup的這種experience 或是你出國教養學生 或是你做實習 我覺得都非常好 就是不一定要那麼急的畢業 但如果說你畢業那一年 職位要晚的話 那我覺得就不是那麼encourage 這個我就不跟大家多講了 最後一個我跟大家提這個色氣樓 就是我們後來我從一度化的時候 就有擔任他們的職工 那我們前幾個月 我們也辦了一個大型的論壇 來了一千四百多個 那主要是 這邊我想提到的概念是說 我覺得過去 我一開始大一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說 我想要進得很好的公司 但後來到大四塊工作之後 我覺得會有些人生會不會不同 我沒年紀很大 但是我說你不同的階段 你會有一些不同的形式 我覺得現在我們跟我幾個朋友 更多是在思考說 OK 如果說今天你不只是要把你的能力集合 而是說那個 你也可以去思考說 你怎樣可以發揮正面影響力 那所以回到台灣之後 我們就開始去玩很多社會創新啊 社會公益等等這些事情 最後一章跟大家提出 我前天 欸 昨天 昨天中午的時候 我就參加了一個workshop 這個workshop 正常有人有參加過 就是一個學長 台大的學姐 她open來是一個活動 那我們大部分在 可能可以講說外商 或是在各個地方工作 這些台灣的這些 young talent 我們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很希望可以 帶更多台灣的年輕人 尤其大學生 畢業之後可以往外走 那我們用那個方式 就是我們每個月都辦這種career workshop 那career workshop 會邀請到有這樣經驗的人 來分享他的經歷 然後去inspire更多的學生 所以昨天大家看到這些站場 這些大部分都是學生 很多是大三大四 之前還有高中生來聽 那我們都存在一個飯店一個房間 有點像這種概念 那昨天來的這個學長連辦公 他因為是念台大醫學系 後來轉系便念經濟 然後去了ECG做intern 然後也當過這個上市公司的策略長的特助 現在他在創業 他創了一個是有關農業的一個 叫discovery 發現查 那我覺得我們大家在這邊 就是每個禮拜六早上 每個月的禮拜六早上 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覺得想要把這個能量pay forward 讓更多的台灣年前可以被inspire 然後走出台灣 對 那這個就給大家鼓勵一下 就是我很喜歡這個Jobox的CEO Ju Houston 他在MIT的Commerce中講一句話 我很想送給台灣的學生 的學弟妹 我每次分享我一定都放 最後都放這張 人生最大的風險不是失敗 是過了太安逸 那最近因為工作的關係 常常在大眾房地上飛來飛去 然後同事是美國人 我覺得真的相對來講 台灣前線 我們台灣真的非常非常棒 就是很舒服 我每次那個飛機降到台灣機場 或是送台機場 我覺得超爽 就終於回到台灣 結果大陸就知道那個山很恐怖 那就是回到這邊就覺得很舒服 可是我覺得舒服久的話 會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會不想走出你的舒適圈 對 我覺得always challenge your limits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想 送給大家的樣子 那這是我的聯網方式 就可以大家可以search 在Facebook search 我就roger了 然後應該蠻好找的 對 那這下面是我的email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跟大家交流 這樣子 謝謝 在這個地方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疼... 就真的 我